各位娃娃娃娃娃大家好我是Kevin 自從AMG HS這台 第一台休旅車上市 價格一公佈之後 哇塞 訂單瞬間到了2500台 本來他們預計今年只有600台的零件 可以給中化汽車生產 現在要排隊排到明年了 因為它的價格 這個1.5汽油版只要89.9萬 然後我們今天要試這個PHEV版本 只要118.9萬 哇這個價格太實惠了 雖然很多網友說這個比大陸 當地的價格還貴很多 但是你在台灣的市場 以這個價格已經殺騙天下 快要無敵手了 我們今天就來試試看 PHEV這個版本 大家很期待開起來到底怎麼樣 走吧 好不囉嗦我們就發動 因為這次油電混合 所以引擎沒有第一時間啟動 冷氣已經有了 這個車的內裝呢 原則上跟這個汽油版1.5 Turbo那個 差沒有很多 不過你可以看到這個方向盤 那個特殊什麼Super Sport按鈕 已經沒有了 後面也沒有換擋撥片 而且也沒有這個駕駛模式可以選 不過因為它是PHEV 所以有一個EV模式 所以表示我可以強制它使用EV的這個存電模式來行駛 我們在車輛的設置裡面呢 可以看到能源管理由 你可以先把EV關掉 然後呢我們就可以選擇Auto跟中跟高 如果你設高的話就表示 你在用這個Hybrid的行駛的時候 它會比較努力的幫你把電池充得多一點電 另外還有一個比較不一樣的地方跟汽油版就是 這個比較頂規 所以會有一個空氣濾清器 就坐在這個扶手的蓋子 相當特別喔 還有注意到沒有 我們這個內裝也是米白色的 之後我們選這個白色的車子 也可以選這樣一套的內裝 那其他部分外觀的部分 其實跟汽油版是接近 就是說除了這邊是寫Plugin PHEV的那個背局 還有輪圈升級成19吋 其他部分都一樣 好內外裝的差異講完了 我們就可以出發 我們再好好體會一下 這個291匹的重效馬力 到底開起來怎麼樣 好那我們先用EV模式來稍微享受一下 看看這個動力怎麼樣 在這個過程呢 其實這部因為是比較頂規的 PHEV版本呢 它在這個AIDAS安全輔助 還多了一些小小的功能 我覺得還滿實用的 就是說只要你把它設定成車道的維持 當你的車速60公里以上 它自動就有車道至中的功能了 所以這個是等於是又進了一步 當然這個是在我還不用去設定我的 開啟我的ACC以及車道維持的功能的時候 它就是背景就悄悄就有了 所以是相當不錯喔 那如果我要開啟這個ACC的功能呢 這部分呢使用起來就是跟我們上次試的 這個汽油版本是一樣的 那這部車呢當然一方面 也是因為它多了16.6度的電池 它的電池的位置是在後座底下的地板 底盤 所以你會覺得這個車子啊 重心更低也更沉穩 然後呢你就開起來就會覺得 唉唷 不錯喔 就是很沉穩的感覺 好 我現在把能源管理轉成高 就是說我盡可能的要把電池充飽一點 這部車它有一個很特殊的變速系統 就是它的馬達有四個檔位 它是用齒輪箱來變換的 四個檔位 然後呢 1.5升Turbo的這個汽油引擎呢 它有六速的單離合器自首排變速箱 好 那我們剛剛現在禁止 在停紅燈的時候呢 我的電動馬達仍然有轉速喔 1600轉 在怠速的時候 你看 引擎的怠速是1100轉 馬達是1600轉 為什麼 就是因為現在你看 這個最左邊的電流是負的 負的 負7就表示說 它是在幫忙回充 好 起步 來 我們來試試看 起步的時候有沒有 291匹的感覺 還不壞咯 有沒有 事實上我們可以感受得到 它真的有在換檔 換檔呢 你會感覺比較明顯的是這個 汽油引擎的檔位在變 那馬達的部分我是感覺不出來 因為基本上這個是hybrid模式 我基本上沒什麼運動模式可以選 所以一切都是它自己在幫你處理 只是我剛才電源管理是選高 就是回充讓我的電能多一點的 這樣子的情況 所以原則上你根本也就不用理它也沒關係 既然我們試很多這種hybrid的車 你就不要管它 你給它auto檔也可以 但是我們可以弄清楚的 就是它這一套的運作邏輯 跟我們所習慣的這個 這個TOYOTA系統的hybrid 純粹就是非常的省油 那樣子的邏輯是不太一樣的 那因為在日系的這種系統呢 它都是用CVT變速箱 hybrid來講 但是這個它不走CVT 它走比較直驅的這種系統的話呢 所以它的電動馬達就也有四個 轉速比 齒輪比 所以是四速加六速的配合 而不是四加六總共時速 好 我們現在在上山 好好體會一下這台車 那我現在就是開在這個hybrid的模式 就不要走純EV 那上坡的時候呢 因為重心會往後 所以我現在就在看這個車子 如果只有前輪驅動的話 會不會比較吃力一點 畢竟我總是覺得修旅車還是要有 四輪驅動會比較好 不過呢 這部車跟我們上次試的1.5T 有一個很大的差別就是 它一起步 電動馬達輔助的力量非常的好 所以 它的這個渦輪池質是不存在的 你知道嗎 喔 相當的酷 然後車子因為比較重比較沈穩 所以你會覺得開起來 喔 還相當的 有點點這種純電車的沈穩感 因為比較重 而且它的重量又剛好是 前後還滿適當的 因為它把電池放後面 那也因為它放後座底下 所以你也沒地方放傳動軸 那它也並不是把這個馬達放在後軸 當作後輪的這個驅動的力量 所以這個也許他們以後可以漸漸的改變 就是說 就像Toyota有沒有做了一個E4的概念 後面也是放了一個小馬達 其實對於這個 上山啊 或是在比較惡劣路面脫困啊 就變成四輪驅動了 這也是一個可以改進的方向 但是以目前這樣子開的話 我覺得前面的動力還是給的很順 它不會造成讓你有這種扭力轉向的感覺 所以電動馬達的好處就是 它會讓你 你可以隨心所欲的去配它的輸出 你不會一下子就覺得說 哇 那個扭力爆大 然後291匹馬力非常難控 或是怎麼樣 其實不會 我覺得它的馬力會比較出現在 你真的要跑高速 需要真的 速度的時候 需要比較大的功率的時候 它才會出現 你反而在一般的山路或是四區的時候 它是不會給你發揮到這麼大的動力 所以不要被它的291匹嚇到了 然後它的隔音也做得相當的不錯 甚至於引擎聲都壓抑得很好 然後你的換檔的那個 你感覺到它換檔 但是它的震動並不明顯 所以我覺得這個車子的精緻度也是不錯的 但是你看我這樣是全油門 所以我覺得基礎上 你不會覺得它真的有那麼大的動力 全油門再推 給的是比較溫馴 然後它也沒有Sport打 所以我不禁懷疑它的動力真的有 重效291匹嗎 有 前輪還是稍微打滑了 它的電動馬達部分 跟他們問了一下數據是122匹馬力 120匹馬力的話大概就是90千瓦的功率 然後扭力有230牛頓米 電動馬達的最高轉速可以到12000轉 但是我說過它有四個檔位分別的齒輪比 我當然背不起來 它跟汽油引擎當然是共享一個最終減速比 這是非常有意思的做法 跟我們之前的經驗 其實我們之前Hybrid的經驗最多也是來自Toyota 對不對 所以Toyota那一套 純粹為了節約能源的哲學 幾乎都已經把我們養習慣了 就覺得Hybrid就應該是那個樣子 但是這個是1.5 Turbo 是有點 是真正有性能的Hybrid 甚至於PHEV 所以這感覺是不一樣的 來到坐車尾時間 我們最近的影片都一直在坐後座 那這次我就還是回到一下 我們這個燒錢的傳統 其實我們最近電車是很多對不對 結果我們一下山 從陽明山下來就看到 這有新的充電站咧 趕快跑過來看一下 哎呀CCS1CCS2 它沒有J1772的普通充電 所以我們這個PHEV 本來想要說來多少秤點電對不對 那你也知道PHEV其實不需要充電 它也是可以以Hybrid的形式來行駛 沒問題 不過我們今天呢 這一台PHEV也讓我們體會到一件事 我們如果一直往山上跑的話 電是會用完的喔 我們差不多跑到山上的時候 走那個巴拉卡 上陽明山之後 就發現有可用的電量 已經幾乎快沒了 那時候已經不能切EV模式了 也就是說 上山的時候 當然這個跟我們以前試 Hybrid的車子一樣 就是說你上山 你那個電池一下就用光了 那PHEV16.6度的電 還用的比較久一點 但是很有趣的是 即使它的電已經用完了 我們還是可以感覺到 這個你踩油門的時候 它的馬達還是有在幫你做處理 那我們從陽明山下山之後 想說來秤點電 然後發現它的動能回充 的確是有把電池 大概充了二十幾趴回來 所以如果你開PHEV 你又想要真正能夠 存電行駛在都會區的話 那我是建議 真的要在平面 走平路的話 比較有機會達到它可能的里程 那當然我們也希望 下次時間更充裕 我們可以再建一次來 好好的體驗一下 如果在市區它到底有沒有辦法 從真正的這個存電行駛開多久 那這台車我覺得 跟我們上次試1.5Turbo的那個版本 來比較起來 我覺得這台 因為底盤比較沈穩 而且我覺得它隔音真的做得很好 然後那個引擎聲音隔絕力也很棒 我覺得這一切真的是 出乎我意料之外 試過這台我真的覺得 預算充沛一點你要買PHEV 真的這台車開起來舒服很多 尤其你起步的時候 完全不會有TurboLag的感覺 那開起來是非常愉快的 而且這個價格才118萬9 拜託你這同級競爭對手 才可以買到什麼 你看在安全配備上面 A-DOS Level 2 完全完備 加上所有的配備全部頂規 還有一個這麼大的天窗 然後PE 對不對 這個全部都是這麼高檔的配備 所以說實在 為什麼一下子這台車被訂了2500台 是不意外 說實在 真的不意外 從我們它發表會開始到我們試車 到今天我們第三次 接觸了這部車子 那很多人才會說 哎呀這大陸車嘛 我就說 那你要不要說我們那個Land Rover Defender 也是印度車啊 到這個時間還有這樣狹隘的心態 那真的是沒有必要 車子重點是做得好 我們如果覺得很棒 推薦給大家 大家是可以認真考慮 不過這部車有沒有缺點呢 坦白講還是有 就是說它的那些操作介面 還是有點凌亂 還有它的那個觸控 你要點的時候 在那一瞬間你手不能滑動 不能在面板上滑動 否則它會判斷不了 所以在操作上面 你要知道怎麼處理 否則它你會覺得奇怪 怎麼按不動 因為你邊按還滑移 所以這個可能跟其他觸控的 體驗不太一樣 所以你要稍微熟悉一下 我邊也是默很久 才發現不能亂 不能邊飄走 才可以比較有效的觸控 總之如果你覺得 這個118萬多 就可以買一台PHEV 那我覺得你趕快訂車吧 因為這一台我認為從質感 從配備 從各種角度 而且以電動車來講 寧德時代的電池 我相信也是沒問題 那你要找競爭對手 你去找 我就不相信你找得出 在台灣 有比這台更有 價格競爭力 還有 它的動能 性能的競爭力 有贏過這一台的 總CP值 比這台更好的對手 我相信你也找不到 我也不用列舉了 我希望它以後 能夠出一個 後面再做一個小馬達 的四輪驅動版本 因為它現在是 前面引擎被前馬達 如果可以的話 後面再配個小馬達 後軸 這樣的話 再多一點點 四輪驅動的這個 我相信可能 以後吧 有可能 它的下一代 Maybe 我覺得這樣子 會讓這個車子的 發揮更好 好啦 希望大家喜歡 今天的影片 我是Kevin 這個車子我真心覺得 值得 參考可以買 可以去體驗看看 就知道我們講的 是不是對 不要再說我業配 這一集沒有 好不好 我是Kevin 下回見囉 掰掰